為什麼馬英九他會突然跳出來說 在南海這個領域為什麼美國可以來啊 那小英總統你不是要捍衛主權嗎 你怎麼可以卑躬屈膝 這個邏輯怎麼怪怪的 我們常常覺得沒進來不就是守望相助嗎 實在是有意見 我先解釋一下拉塞爾是中國的翻譯 我們一般我們台灣都翻成 它是Russell嘛 就是翻成羅素嘛 只有中國那種比較奇怪的英文念法 會把Russell念成Russell 這很奇怪 我們就不研究 那這個事情呢 其實非常有趣 美國的第七艦隊這次的羅素號 其實它並不是通過台灣海峽 它是在南海 那這本來也都沒什麼問題 而且事實上羅素號也沒有進到 我們太平島的舌爾海裡的領海範圍內 也完全沒有 完全跟台灣無關 但是在第七艦隊的新聞稿裡面 它在解釋這一次的自由航行裡面 它把台灣 越南跟中國都寫進去了 意思就是說 它的簡單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自由航行就是說 不承認這個台灣 越南跟中國 所謂過度主張的領海跟主權 但事實上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的外交或是國防 可以跟第七艦隊說明一下 台灣從來沒有在南海過度主張我們的主權 我們的太平島 它是個島 它並不是個礁 然後島就可以有十二海裡的領海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從來也沒有過度主張 我們並沒有說到真母暗殺都是我們的 主張的九段線或是後來變成十一段線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一套 早在2016年已經被國際的海洋法庭已經說了 你這個主張是不符合國際法的規範的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也在那個之後 從來也沒有在主張過有所謂的九段線或十一段線的 這樣的說法 現在只有中國在主張 馬英九這個主張 當然 國民黨或馬辦人可以幫他解釋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固有領土 的確我們小時候都讀過 北緯四度爭母暗殺 那是我們國土的極難點 但是這個不被國際法承認 所以台灣要在國際社會上成為一個會員 我們就照國際法走 我覺得這沒有問題 第二件事情 馬英九你那麼在乎國家主權的話 我請問你一件事 你任內八年總統任內 你有沒有宣布太平島的領海基線 有沒有 沒有 你有沒有宣布依照領海基線之後的12海里的領海 然後依12海里領海往外擴生了200海里的經濟海域 也沒有 我不怪馬英九 因為誰當總統在現在的國際局勢下 你要在太平島在這個南海 這個最新的亞洲火藥庫 去主張你的領海化定 領海極限或主張經濟海域 大概都會造成一個國際大紛爭 所以這個東西我不怪馬英九 我要講這件事就是說 馬英九 你當總統的時候知道 這件事情它的敏感度跟它的困難度 可是你現在不當總統的 你不能以一個卸任總統的高度 也體諒一下現任總統 還有我們現在國家的處境嗎 你一定要跟中國站在同樣的立場 然後去做反美嗎 美軍在南海開 那個叫做我們的領海的話 我跟你講那最近台灣的海軍會很忙 因為法國的核子潛艦也通過了 然後烈雷艦 兩棲突擊艦可能也會通過 接下來英國的伊麗莎白號航母 可能也要來 我們海軍很忙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扯台灣的後腿 台灣成為一個國際社會議員 我們要很積極的變成聯合國會員 我們就遵照國際法的規定 然後也不用去過度主張 當然對於國際法庭仲裁說太平島是礁不是島 這件事情我們當然無法接受 因為太平島上面明明就有淡水 它明明就是個島 它不是個礁 但這件事情可以循國際法的管道 我們來爭取我們的權利 可是沒有必要學中國像惡霸一樣 整個南海都是我家 不然中國你這麼厲害 你把羅素號集成 你看你敢不敢 好 因為這個馬前總統 共機老台的時候 他的態度就說 你若是沒希望政經的位應該到此為止 那個喊話的強硬度 差很多 就是很明顯擺在那邊 但對於我們來看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他就特別講了說 美中關係我們要回到正軌 那美國你要怎麼樣 你要停止抹黑我共產黨 你要停止揍龍支持台獨 你要停止在香港 新疆 西藏等等這些地方 對於我們內部事務損害中國主權 以及安全 他的喊話 然後說你要放棄什麼 你要放棄不合理的關稅 你要放棄對於中國企業 還有什麼科研教育機構的單邊制裁 你要放棄對中國科技無理的打壓 我請教一下 議員如果說站在美方的立場 你聽到這些話 你的感想是什麼 光講那個科技無理打壓 你都偷人家的東西 人家抓小偷人說 你抓到我的手 你妨礙我的發展 它裡面充滿了虛網跟沒有用的話 我還是回到一個國際架構 我們要守的是我們自己台灣的國家利益 我們不是守美國的國家利益 當然更不應該去守北京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利益 你只要你的坐標定清楚 這問題就很好看了 拜登跟川普兩個人有一樣的地方 又有不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地方 他們都是把中國設定為叫做 戰略上的競爭對手 是一個最重要的威脅 那川普是西部牛仔 自己帶著槍就上了 那拜登呢 他先去隔壁鄰居敲門 跟歐盟說我們要做準備 長期對抗中國的準備 跟四邊會談說我們要恢復這QAD 這個甚至於變軍事同盟 也就是兩個人的終極目標 都知道中國的威脅 不管是在經濟 或者地緣政治或戰略上 而這個威脅也影響到了北約組織NATO 做了未來十年報告 叫做北約2030報告 也很清楚的清晰指出 中國是歐盟最大的威脅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 當美國新任的總統 最後一個國家領袖級的通話 就是習近平 那王毅也利用這樣的機會 他丟出這個聲音 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 我把那個曲名叫做 無可奈何的聲音 就是他沒補了 他只是常常在那邊 廢廢一樣的東西 比方說你不要對我科技的打壓 千人計畫 美國最近又逮捕人了 因為你在偷人家的東西 那裡面特別提到台灣說 美國你不要再支持台獨 你第一個你講美國支持台獨 我先謝謝你 美國有沒有支持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顯現他對台灣問題 已經無可奈何 要祈求境外勢力的協助 謝謝大家 說我們來周警 來周警 我們來周警 謝謝大家 我來周警 我們的產生們 我們來周警